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7月的最半 因為現在已經08月初了 那因為我本來想要就是把書一起放到這一集裡面 但是後來我想說因為我想分享的書還蠻多的 所以我就把書放到下一集 所以今天就只會有電影跟一些彩妝品 那我們先從彩妝品開始 那第一支呢是我的好朋友送給我的一個液態唇膏 那是他在泰國買的 他的整個品牌就叫做Kiss Me Harder 然後For You Too 然後呢他的品名是02 然後名字叫做Bitch Me 那他是一個非常就是火熱的橘色 亮橘色但他不會螢光 那因為他是液態唇膏嘛所以他非常非常的顯色 可是他的好處是呢他雖然會乾 可是他算是會轉印 所以反過來說呢他就是還蠻 我覺得還算蠻保濕的 就是他不算是會完全變成霧面乾乾會粉粉那種 他算是會讓你的嘴巴會有點光澤感 所以他還蠻適合做搖唇妝 所以我常常就是例如說上這種 我會上這種 裸色的唇膏打底 然後呢在唇中點幾個 然後我之前的妝容影片也有用到這一支 但可惜的呢是這一支他好像在台灣沒有賣 所以可能就是如果你有去泰國的話可以注意一下 這個應該是蠻評價的 然後這顏色真的太美了 而且我最喜歡這種就是你可以脖擦跟後擦都好看的 所以這樣就代表他非常適合就是各式各樣的人 如果你是很怕妝太濃的人我覺得這支也很適合 那如果你是喜歡那種很就是誇張妝容的話 我覺得這支你也會很愛 因為他顏色真的非常亮眼 然後呢再來第二個呢 是我上一支影片有提到的 就是妙巴黎煉髮魔幻經典唇彩的28號 那我之前呢非常喜歡他們的另外一支是偏淡粉色的 我覺得他質地很好 因為他算是慕斯狀 所以他不會完全乾掉 可是他非常非常持妝 而且在嘴巴上非常舒服 然後還蠻就是我已經用了很久都還沒用完 所以我覺得他還蠻划算的 那這一支呢是28號 然後他是一個有點接近這一支的裸色 所以他算是有點粉橘的裸色 然後非常非常適合亞洲人 因為他是可以讓黃皮膚能夠擁有那種就是近乎膚色的裸色 可是又不像生病 所以如果你正在尋找不乾 然後又很完美裸色唇膏的話 我覺得這一支28號非常適合 而且如果你去寶雅啊去城市應該都可以試擦 我覺得你擦在手上你就會驚呼 太美了 那他們有出很多新色 但那時候我真的看了很久 後來我還是覺得說 這一支真的很值得 因為他顏色非常的百搭 而且他也可以搭很多就是深色口紅做漸層 然後呢再來第三個他也是唇膏 這一支呢是我素顏的時候最愛用的 這一支給大家看一下顏色 這是Maybelline他們 這是我早代購買的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 還蠻久以前買的 兩年前吧 他是Maybelline的霧面唇膏 然後是叫做Burgundy Blush 然後顏色是696 那他顏色呢看得出來吧 非常非常的深 雖然他是霧面 但是我覺得他算是霧面裡面我用過 就是品質數一數二好的 就是他非常的滑順 非常的霧面 然後不顯唇紋 反而會讓你的嘴唇看起來很飽滿 這是一種很神奇的霧面 就是他雖然很乾很霧 可是會讓你的嘴唇看起來很滑順 然後我覺得素顏的時候啊 你上這種裸色或是粉紅色 你反而會顯得你其他臉空空的 因為你上裸色唇膏 通常你的重點可能就會是在眼睛 或是可能是在你修容或是眉毛之類的 可是如果你素顏的話 那就變成你臉上沒有什麼重點 就是清清淡淡 可是如果你反而上一個非常非常深的口紅的話 那就會顯得你其他地方清淡淡的很合理 所以我後來發現 可以放幾張照片呢 如果我有照片的話 就是我通常素顏的時候 我就會直接查這個出門 然後拍照起來反而最合理 就是我最近才發現一件事情 我覺得蠻神奇的 就是反而越深的口紅 在素顏的時候看起來會越 不會說自然 但是說看起來整體感會最好 那我覺得如果你非常喜歡這種 有點中毒色的話 我覺得你不妨去Maybelline看一下 就是台灣的話應該有近幾支 也可以去試一下 那如果你覺得顏色不夠多的話 你也可以找代購 但因為這一支的話 他如果找代購的話 我才可能你要四百多塊 所以自己可以看一下就是 這個系列你有沒有真的很喜歡的顏色 那我覺得如果有的話 還蠻值得購入的 因為我用了蠻久 還剩這麼多 所以對 非常值得入手 那它的缺點就是 它會有一個黏土味嗎 就是 但它不會留在嘴巴上 所以如果你不會很在意的話 那我覺得還蠻推薦的 然後再來最後呢 它是一個 叫什麼呢 解鹽產品嘛 那我到時候把它的圖片放在這邊 因為它現在在我的浴室裡面 然後看起來非常的不堪 那它是一個 就是我朋友推薦五國的洗臉皂 那這個洗臉皂呢 它好像是什麼瑞典的蛋白皂吧 那我覺得這個皂呢 它最好的使用方式是你買那種 就是十塊錢 或是在大眾都買得到那種 就發泡網 然後你就這樣搓一點點 然後就可以搓出非常非常綿密的泡泡 那它可以就是直接做單純的解鹽用品 你也可以把它當成面膜 就是讓那個泡泡停在臉上 然後就例如說等個五到十分鐘 然後再把它洗掉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它洗完之後很舒服不乾涩 可是又覺得臉很乾淨 那我覺得久而久之 我發現我的臉 就不是說皮膚好像就是 吃了什麼鮮蛋一樣 突然變成神仙的皮膚 但就是膚況變得很穩定 就是例如說像是月經要來之前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粉刺痘痘比較多的情況 可是就是皮膚整體變得穩定 然後你不化妝的時候也不會覺得 皮膚看起來好像很需要遮瑕的感覺 我覺得我求的就是這一點 就是我覺得不用說什麼買到那種 可以讓皮膚在一個禮拜變好的那種產品 反而是要讓皮膚長期的穩定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覺得這個罩呢 就讓我皮膚穩定很多 然後如果配上後續比較好的保養的話 我覺得皮膚要變好 速度會就變快很多 所以如果你剛好有在尋找不錯的解鹽產品 然後你有很擔心買到那種洗起來太乾色的話 我覺得這個蛋白皂還蠻適合的 然後我當時買的時候是連它的盒子一起買 那這樣旅遊的時候就很方便 因為它那個盒子下面是有洞的 所以它的水會露出來 不會在水不會擠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是有 像說不知道放哪 或者是你旅遊的時候有需求的話 你也可以去買它的盒子 那它也有賣小包裝的 所以如果你不確定好不好用的話 你也可以去買小包裝的來用用看 那我是真的建議一定要去買發泡王 不然會蠻浪費那個洗臉灶 而且也會失去那種綿密泡泡的效果這樣子 那好以上就是所有的美妝跟保養的產品 那接下來呢 因為我不介紹數碼書 會放在下一個影片 那我就要講一下就是我這個月 應該算是六到七月吧 看過我覺得很棒的電影 那首先第一部呢 就是我在飛機上面看的 在浪漫劇場與你相遇 那當時我其實很想要去電影院看 因為我很喜歡板口見太郎 可是就是因為蠻忙的 後來就沒有去 結果後來我在飛機上看的時候 我本來也沒抱什麼期望 我想說啊就是看到板口 然後心情很好這樣 結果就看的時候就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它是說了一個 非常奇幻可愛的故事 就是劇本本身我覺得寫的蠻好的 就是劇本是真的會讓人動容 而不是只是賣它的卡斯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它卡斯的演技非常的好 我覺得剛好板口還蠻適合這個角色 然後林賴瑤太美了 我覺得它把那種就是有點大小姐脾氣 可是其實心地很善良的 那個叫什麼呢 它在裡面是飾演一個電影裡面的角色 然後就是突然變成火生生的人 這樣子我覺得就是它把這個角色詮釋得很棒 所以兩個人的火花我覺得雖然他們並沒有什麼 非常誇張的情景啊 然後在什麼雨中奔跑啊 然後什麼大勇文之類的 你會就從內心非常喜歡他們之間的感情 然後覺得很感動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小品 那再來第二部呢 也是我在飛機上看的 因為我去倫敦的就是旅途很常 就看了蠻多電影 我看了全之島 我覺得全之島非常的好看 就是它也是一部那種我會非常喜歡的動畫片 因為它的劇情整體來說呢 雖然就是有高低起伏啊 然後又有壞人啊什麼的 可是它整體要表達的概念非常的讓人覺得溫暖嘛 就是我覺得不管是大人小孩看的都會很喜歡 但是我覺得它內部是還是說拍給大人看的這樣子 那我覺得裡面會提到很多跟政治啊 有關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對政治有興趣的話 你看了應該會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我也覺得裡面人與狗的相處 讓我覺得很動容 雖然我並不是一個特別愛狗 或是動物什麼之類的 可是看的時候真的會覺得心很暖 然後揪在一起會忍不住一直想微笑 所以它是一個看了讓人心情好 然後又不是一個心裡爽的那種片子而已 對 非常喜歡威斯安德森的風格 然後整體的定格動畫都做得讓人非常的療癒 而且啊角色啊什麼人物的那種設定都太可愛了 然後再來呢下一部呢 是我有拍影片做影評的人際關係事務所 那這一部片呢也是我最近才剛看完 那它是一部台灣跟大陸盒子的電視劇 那如果你對這部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我的影評 那總結來說呢我非常喜歡它裡面的角色 裡面的劇情還有演員的演技 我覺得雖然它整體劇情呢也有些需要進步的地方 然後也有些演員在齊劇的掌握度上面呢 可能還不是那麼成熟 可是整體來說我覺得這部戲非常值得一看 因為裡面有一些我覺得很棒的親情愛情友情的主題 然後再來是角色的發展都還蠻深入的 然後有一些平常偶像劇不太容易看到的情節 所以我覺得很就是很鼓勵大家可以給台灣電視劇再一次機會 所以不要只看韓劇或日劇或是美劇這樣子 那就是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就去看我的影片 我裡面有很詳細的介紹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部電視劇 然後再來呢還要推薦一部電影 剛才也忘記就是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 那這部片我超級想看 我記得我從高中的時候就很想看 可是就一直音錯陽差沒有看 然後後來在飛機上看到的時候想說 天啊一定要來看 那我覺得這部片它要不就是讓人很喜歡 那要不就是讓人很討厭 因為我覺得它拍攝的手法非常的怎麼講強烈嗎 所以它的色彩是走一種俗艷的感覺 就是你看得出來它是很刻意要把色彩變得非常非常的繽紛 繽紛到一個俗艷的極致 然後裡面有很多地方是以音樂劇的表方式來呈現 所以我覺得還蠻多人其實是不能接受音樂劇的 所以我覺得算是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這種比較有創意的拍攝手法 就它很多把鬆子的心情都用音樂劇快速的表達 讓你可以很快速的抓住它心裡在想什麼 然後命日會深深的為這個角色感到傷心難過 而且因為覺得雖然它的機率看起來非常不可思議 可是其實仔細想想 這種嫌惡的人生有的時候真的就是這麼的荒唐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荒唐 可是卻又極致寫實的故事 然後我覺得女主角表現得非常好 那其他角色有時候會覺得過於誇張 可是我覺得也算是這部片的特色 就是它是以極致誇張華麗的方式去呈現一個極度的悲劇 那如果你有聽過這部片然後有對它有興趣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就是不要抱著你一定會喜歡的期望 因為我覺得畢竟這種以舞台啊音樂劇方式呈現的電影 是實在是有點見仁見智這樣 然後最後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我看的一部影集 那就是福爾摩斯的第四季 那我知道它已經結束蠻久了 但是那時候因為它播最後一季 應該算是名義來講是最後一季啦 我那時候就是因為太捨不得物 就一直不敢看 那我後來也聽說就是它的反應不是很好 那我後來想說好吧 那就不要太多期望把第四季看完 可是看完之後呢我反而非常非常的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在裡面呢 其實不是針對原住民拍這一季的 它反而是針對喜歡這個印記的人去拍這一季 就等於是它非常有野心的開創了一個新的宇宙吧 然後重新去詮釋為什麼福爾摩斯會成為今天這樣有點 呃非常高知會然後反社會的人格這樣子 那雖然我覺得裡面當然有一些劇情讓我覺得有點 欸是在演不可能的任務嗎 是就是還是就是雷神索爾之類的 就是會覺得有一種很英雄騙世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它的確是有好好的去解釋 福爾摩斯為什麼會成為今天的它 然後我也覺得很多的梗其實在一到三季都有賣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編劇是在亂編一通 我會覺得這是經過缺密思考而寫出來的劇本 所以我非常非常佩服編劇 因為畢竟要改變一個這麼經典的民主 然後你要創造一個新的宇宙 其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會有一大批的原住民啊 就是在你背後督促你然後批評你 那我覺得能做出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有野心跟勇氣的 那我覺得在執行上雖然可能有一些地方 可能有一些疏漏或是太過誇張 就是我覺得有的地方有點太過動作劇片 那就是有點缺少了推理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根本上我還是非常非常喜歡第四季 他們就是背後的類似野心吧 那我看到最後的時候 雖然我覺得他的結局偏向有點類似比較方便的開放式結局 就是你要拍下一季也可以再也不拍也沒關係的那種結局 但是我覺得我看到最後還是覺得心很暖 就是很感動的感覺 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看過啦 但是我覺得最後一季就是會讓我有一種 我真的要跟這個角色說再見了 雖然我知道波摩斯會一直不斷地翻拍下去 可是我覺得畢竟BBC這個版本還是有他的獨到之處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還沒看的話 或是你已經看過然後覺得非常不喜歡的話 就是也可以聽聽看就是像我 就是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感想吧 對 那以上呢就是我七月的最愛呢 那大家如果對書有興趣的話可以期待一下 我下一集就是專門講書的 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的話就幫我按個讚訂閱我的頻道吧 掰掰